该有个结局吧 就让你们那傻猫经了一下了 傻猫就是傻猫 用招了吧 那是五万块钱你拿去用的 叶飞和大帽的感情实在太揪心 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多年来一直是彼此的心灵伴侣 两家人的关系也非常好 可以说算是门当户对 可是为何就如此的坎坷呢 其中少不了养母的功劳 养母光想让儿子娶妇婆赵亚敬 觉着叶飞配不上他们家儿子 叶飞和大帽私订终生 大帽认定此生只娶叶飞 因为户口本一直被母亲藏着 所以两人一直生活在一起 却没能登记 叶飞怀了儿子后本想告诉大帽 养母却一死相逼 让大帽跟叶飞分手 虽然被迫分开了 却依然对彼此念念不忘 多年后再相见 叶飞身边已经有了一个大儿子 杨树茂还以为是别人 但只要叶飞离婚了 他什么都不在意 两人再次旧情复燃 本以为这一次可以好好在一起 赵亚金又出来夺大帽 而叶飞的儿子叶阳身世曝光 杨母高兴坏了 一心想把叶阳带在身边抚养 杨树茂正打算带着叶飞登记结婚 赵亚金又出了车祸参欢 死活要赖着杨树茂 叶飞不想再为难大帽 也不想委屈自己 把儿子交给了大帽自己离开了 多年后才知道大帽没有跟亚金在一起 她跟儿子一直在等着自己 一家三头总算大团圆 过程很曲折 还好结局圆满 一起期待大结局精彩剧情吧 欢迎评论转发 关注下期见 欢迎评论转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